後面會有很多的很震撼的視覺效果 那那些影像的一開始其實都是我用文字或是我自己素描 我心中想像的畫面 然後也是跟已經合作了很久的視覺導演楊秀銘 我們一起把這個畫面呈現出來 那這個區域主要在說的是 演唱會很像蒙太奇樂園 因為在一場演唱會裡面 我們往往會失去時間跟空間的感覺 我們好像穿越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你好像去到了 用很快的速度去到了沒有去過的地方 或者是回到瞬間的回到你的過去 或是過去 現在 未來 為什麼 是難得取名字的是不是 請介紹一下 這個展區我跟很多現在最新科技的互動 影像設計的朋友們一起合作 所以在這展區我們是想像說結構一個創作者的大腦 然後一個創作者的大腦可能並不是線性的 那個空間可能會經過不同程度的扭曲 對 然後看到的事情 其實可能跟一般人在看的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想要呈現的是一種腦細胞的一種突變 了解 所以一切都從你的書房開始 然後延展到你的思想 你的腦袋裡面 對不對 好 所以裡面有一些互動裝置的概念 這就是我們講體驗 看展覽不是只有拍拍照 打打卡 你還能夠體驗看看陳里珍跟你有什麼互動 就是這個房間的特色 然後就可以得到一張可以帶回去的紀念品 對 一個東西 OK 但我不想要現在講的 不能講太多 OK 好 一個廚房籤還是什麼 一把打開這個囚禁我們的這個世界的鑰匙 OK 所以還可以帶一個禮物回家就對了 可以讓你在現實生活當中 能夠得到一個可以飛翔的機會 了解 好 所以任何在心中有一些 就是專業的用琴 然後那時候我本來有一把也是Gibson 然後摔壞了 所以我就臨時跑去樂器行 想要找一把可以 上台一樣可以很好用的琴 可是那一把 那時候那天我看到那把Gibson拿起來 就非常好彈 我就覺得就是它 但是它非常貴 所以是我外婆送給我那把琴 對 一直用到現在 真的 我好念舊 而且也是非常有故事的 所以外婆送給你第一台相機 外婆又幫你買了 Gibs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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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ibson